李佳琪 威亚回应巴黎欧莱雅面膜差价风波 24小时不解决暂停一切合作 凤凰网财经讯 11月17日 针对网友热议的巴黎欧莱雅安平面膜差价问题 李佳琪直播间 威亚直播间官方账号纷纷发布声明回应 李佳琪直播间在声明中表示 双11前巴黎欧莱雅曾宣传安平面膜 在李佳琪直播间为全年最大力度 随后在双11期间 欧莱雅在品牌直播间发放了满999元间200元的优惠抵扣券 导致领取到该券的用户叠加优惠后 以低于李佳琪直播间的价格购买到该商品 对于10月20日预售时 敦守李佳琪直播间的消费者不公平 如果24小时后 欧莱雅仍未给到明确解决方案 李佳琪直播间将对在李佳琪直播间 欧莱雅安平面膜的消费者给出补偿方案 在此时为解决前 暂停与巴黎欧莱雅官方旗舰店的一切合作 此外 薇亚直播间也发出声明 表示如果欧莱雅未能给出合理解决方案 薇亚直播间将暂停与欧莱雅的合作 此前 在双11直播间售卖的欧莱雅面膜 50片售价为429元 而11月1日至3日期间 在欧莱雅官方淘宝直播间 同样的商品最低价卖出了257.7元 对此 欧莱雅官方11月16日晚间回复称 双11期间店铺活动多样 每位消费者参与的活动不同 所领取的优惠券也有所不同 而值得注意的是 欧莱雅官方曾在10月13日 10月14日的微博中 把10月20日李佳琪直播间的面膜优惠 称为全年自大力度 争议发酵后 该条微博已不可见